好同學我們來看這一題喔 這一題給我放射蟲的分布年代 要問什麼 要問何者正確 選對的啦 何者正確 OK 那同學看到這應該都覺得老師很囉嗦 為什麼每一題呢 都要每個選項都講 同學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喔 你升上高中之後呢 會有所謂的什麼 會有副選題 所以每個選項都要明確知道答案 才會完全答對知道嗎 因為每一個選項答對幾率都二分之一對吧 所以你這一題要全對 所以高中會有五個選項喔 五個選項全對的幾率多少 是三十二分之一知道嗎 二分之一的五四方三十二分之一 所以同學對於每個選項徹底了解 在高中課程裡面是非常重要 不論他是單選或多選 所以同學請你要耐心細心 把每個選項都弄會好嗎 我們來看A選項來 從D層中的放射蟲化石 可以推知D層行程年代 是這種稱為什麼 指向化石對嗎 來同學你在這裡要有概念喔 我們化石基本上分成兩大類 化石基本分兩大類 一類叫什麼 一類叫標準化石 一類叫指向化石 老師這兩個有什麼差別 好難記喔 我也覺得難記 OK 所以我都先看這個字 什麼叫像 指出當時的像 那對自然環境的像是什麼 就是他當下這個環境跟生存條件嘛 那所以指向化石是在講什麼事情 是在指出地球當時的像態 就是講地球當時的環境嘛 或是該延時當時的環境是什麼 該延程的環境是什麼 所以指向化石呢 最主要的依據是看什麼 是看這個延程或看這個地方 以前是什麼地球的環境對不對 所以指向是看環境 然後說老師 你這樣講好難理解 對 那有沒有化石是真的來 用來判別環境的 有 像什麼 像我們台灣很有名的 在我們的肯定一帶 有所謂的珊瑚礁 所以這邊這常常會有什麼 一些珊瑚化石 或是海膽的化石 那這些化石呢 就成為指向化石 因為珊瑚跟海膽都什麼 都是海洋生物 這樣會不會 對這叫成為指向化石 那這個會看之後呢 因為向就是指環境嘛 那標準的化石又是指什麼 同學應該就能理解了 標準化石又看它生存的年代是什麼 生存的年代是什麼 OK嗎 生存年代是什麼 行齁 所以如果這個化石呢 只有特定的時間會出現 像恐龍化石 這就成為什麼 稱為標準化石 我只要看到恐龍的骨骼 就知道 這大概是什麼時間 這樣就要標準化石 這樣會不會 所以回到我們的題目看喔 回到我們題目看喔 回到我們題目看喔 來 A選項 如果知道放側從化石 可以推出年代 年代圈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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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稱為什麼化石 稱為標準化石 OK 像這個字呢 是指什麼 是指它的環境是什麼 這樣會不會 所以我們來看B選項來 放射從2跟放射從4 為同時成績的化石 對不對 來一看這個時間表 來 2號跟4號 2號在這裡 4號在這裡 好 2號跟4號有同時間嗎 很顯然沒有對不對 所以這個我們選項也不會選 要選對的選項 可以嗎 那我們再往下看喔 我們再往下看來 C選項 放射從1到4 可以同時發現三種不同放射從的地址年代 只有1的後半期跟豬的前半期對不對 來 題目要求是三種喔 看到嗎 三種放射從 OK 同時發現三種放射從 來看圖表 應該就是這個地方 豬跟1的附近對不對 豬跟1的附近 這沒問題吧 所以豬1這個敘述是對的喔 這個敘述是對的喔 但是不能 不是只有喔 仔細找他有沒有 有喔 在這裡來 B這個地方有沒有 好像也可以同時發現三種耶 對吧 1 2 3 4就好了 1 2 3 4嘛 所以這裡好像也可以同時發現三種耶 是吧 所以其實呢 不是只有這裡可以同時發現三種 還多了一區 這樣會不會 這樣會不會 再來喔 再來喔 豬選項 放射從5跟放射從6的生存年代大致相同對不對 來一看這個圖表來放射從5跟放射從6 OK 發現差不多一樣 欸對的耶 所以這一題答案選豬 好我們再看一選項喔 某地層中發現三種放射從 該地質的成績年代大概是C對不對 來同時有三種喔 我們剛才圈過了應該不是C 應該是豬1的附近對不對 好因為它指定要1 2 3 這樣沒問題吧 所以唯一的選項呢 就只有一個可以選 叫做豬 這樣會不會